万荣乡红叶村16年前在圆明会示范部落计划推动下 社区和村民齐心合力栽种上百棵的枫树 打造了一条红叶枫树大道 而这几年来的暖冬呢 成林的枫树枫叶没有红过 今年连续几波低温寒流 枫树叶全面染红了 美丽又浪漫 村民说辛苦等了16年 终于有幸一睹红叶村枫红大道的盛景 16年前拍下的照片 看见村民齐心合力种下风树幼苗 成林后这几年却因为暖冬关系 从未见过风树叶片风红的情形 直到今年 十度以下的低温寒流 一波又一波的来袭 将红叶村这一条风树大道染红一片 当时一起种树的阿嬷们看了都觉得值得 94 对差不多 他也有我们一起种的 你那时候有种那个风树 风树有 有那个一千 很久了 现在以前都没有红过 现在很红了 温柔乡红叶村民国94年争取获得圆兵会为全台第一个示范部落 社区发展协会当时也特别营造红叶村风红部落意象 打造了这一条红叶风树大道 种植超过上百棵的风树 而期间虽然受到了风灾病害枯死 但村民仍不放弃继续重新补植维持风树大道的景观 我们补种好多次了 我们补种好多次了 现在很红很漂亮大家都来看 是喔 这还是来观观这样 欢迎来看 那时候种有没有很辛苦 当然啦很夏天很热 以往都没有那么好过 对 我们就一直种 一直补种 死掉了补种这样 我们学会都 我们学会一起的 前人种树后人成凉 目前红叶村第九龄的风树大道 逢也正红 在蓝天翠绿三轮的衬托下 更显烟红人烙 部落村民也乐于分享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赏风 记者是宇兰万荣采访报道 好